周先生 你在写信啊 是啊 我给玉冰写封家书 走 陪我出去聊聊 走 去年四月 绝冰兄也同我一样 给他妻子写了一封家书 但是他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 在他写完信的第三天 他就被革命牺牲了 他的妻子一直在等他回家 却始终都没有等到 来 这一杯 我们先请他 我们还要尽 尽所有为革命付出自己生命 却未能见证革命之诞生的烈士 他们当中 有我的师长蓬佩 也有的人素未谋面 但是他们个个血溅轩辕 舍生取义 我想告诉他们 你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来期盼的这一天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阿姨 阿姨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 什么 是你身上那股劲儿 那股敢为人仙 痛恨不公的尽头 像极了我在日本的同道 也像极了曾经的我 我辈之青年 若都能求新生 谋新路 成为新兴之青年 我们的国家 才会有崭新的未来 对 新兴之青年 新的青年 周先生 您一直唱的那首 《少年中国说》 您能教教我吗 好啊 红日出生祈祷大光 何处复留一些汪洋 乾隆藤原 林爪飞扬 《少年谄则果巨》 《少年职字国之》 《少年富字国富》 《少年强则果枪》 《少年独立则果伴》 《少年独立则果�it》 阿姨 你听啊 《少年强则果嚣》 《少年独立则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